您好,歡迎收看8月1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我是魯惠 花蓮系112年度親子共融其樂融融系列活動 7月開始到11月有14個週末假日 在新城和光復鄉來舉辦 今年是第一次和地方公所來合作 12號特在一起親子成長營事 在新城的北埔國小大禮堂舉行 期盼可以透過社區參與 不論是一般宣或特教生 在玩樂當中可以相互學習成長 面對特殊需求子女照養的無助感 花蓮縣府自110年度起 規劃帶壯性的家庭支持活動 12年度親子共融其樂融融系列活動 至今邁入第三年 從7月至11月 今年首度與地方公所合作 1點14個週末假日與新城及光復鄉辦理 12日上午特愛在一起親子成長營 就在新城鄉北埔國小大禮堂熱鬧揭幕 收藏親子提示能遊戲嘉年華 信以百味家長和小朋友到場同樂 我們在今年把它拉升到我們的這個新城以及光復 讓我們的北中南都能夠均衡 希望我們在辦很多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的孩子跟家長能夠一起用風來參與 而今天雖然是特教的活動 但我們也希望大家用生命的互相的 互相的尊重以及珍愛生命 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學習互相的尊重 所以在這裡我們開放給所有的大家 一起來共同參與今天的活動 為了提供不同障礙文化家庭背景的學生 都能有公平受教的機會 同時宣導身心障礙者權力共約的精神 詳異每年12月3日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主家規劃系列親子共融 其樂融融多元融合活動及食農教育共融體驗 此盤及預教娛樂活動 拓展特殊需求家庭的生活經驗 促進親子互動 強化債庭功能 提升社區參與 提供所有學童平等合作互動 並學習尊重包容不一樣個體的機會 記者長包嚴行程商報導